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蓝源投顾 杨天迪 今天是6月5号 礼拜五号 那台股在今天 开高走高 蛮厉害的 为什么厉害呢 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好了 美国股市昨天是震荡的 道琼 纳斯达克指数 跌了67点 纳斯达克指数代表的是 科技类股的指数 所以理论上台股 因为我们跟美股的 科技股的联动力比较高 跟肺半联动力比较高 所以理论上台股应该会稍微休息 结果我们看到台股是这样走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台股的投机力 还蛮旺盛的嘛 不过呢 严格说起来 今天的陈佳良是萎缩的 对不对 很多人告诉我说是量价背离 陈佳良是萎缩的 是不是量价背离呢 你当然就量跟价的结构来看 它确实是价涨量缩嘛 但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叫量价稳定 因为它还在20日均量附近啊 20日均量在这个位置啊 1781亿 今天收盘是1798亿啊 所以其实它还是在20日均量那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稳定的量 你不要用单日量去比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其实因为美国股 今天有一个周末效应嘛 对礼拜五通常大咖 可能比较容易 就是不太容易 不太愿意在里面缴货 那这些大咖呢 中石户或者是那支 比较喜欢玩电子 所以它当他们休息的时候 那电子的比重就会掉下来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就知道啊 我们看成交比重就知道 电子的成交比重是68.5 跌破7成 所以今天的电子股 基本上人气没有那么旺了 因为前两天 电子比重还维持在7成以上 那今天已经跌落到7成 那今天会跌落7成的原因 就是我刚才讲的 美股的部分来看 就是纳斯达克指数下来 纳斯达克指数下来 对电子股的联动性比较大 那再来就是我刚才谈到的 所谓的周末效应 所以目前看起来 就是今天就是传产的天下咯 对 运输类股航运有没有 涨翻了 你看一下长龙行就好 有没有涨翻了 那 纺织航运 运动 运动鞋之类的 那运动运动器材的一些股票 还包含了 包含了 航泰 好 航泰就是像这个 保一啦 8222 是不是 保一啊 涨翻了 柱龙啦 保一啊之类的 这个航泰股 好 航空航泰股的 跟这个 这个纺织这一类的股票 它们基本上是属于补涨嘛 我再讲一次哈 属于补涨 就是之前都没有动 有没有 之前都 大盘的反弹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现阶段变成他们在做补涨 这保一的部分 然后再来我们该讲到长龙航 有 长龙航也是一样 第一段有反弹 后来又进行整理 到今天才穿出头 好 那长龙航是航空 所以它就是后疫情的概念啦 这个后疫时代啦 就是我们讲后疫时代 只是我是觉得航空股 那应该没那么厉害 就是那种补涨型的 在我看来叫补涨型 好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现在的投机率 对电子是比较有戒心的嘛 所以电子股的比重 才会降到七成以下 好 不过呢 电子股当中 其实这是好事好不好 我一直认为这是好事 为什么 电子股的筹码沉淀啊 让电子股的筹码沉淀嘛 所以呢 基本上来看 电子股在今天就零星的表现 而这种零星表现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几个重点 第一个五月营收 五月营收好的往上跑嘛 第二个部分呢 第二个部分就是 因为它是比较零星的表现 所以它去轮动 像昨天轮动被动元件 对不对 很多人跳进去买被动元件 呃 今天是这样 昨天华星哥大涨啊 对今天大跌嘛 你自己看起来 这个 昨天看起来要大涨 今天变成大跌 很显然介入的都是短线客 都是短线客 就买一天之后隔一天 它就要站在那卖方 所以电子股目前来看 没有阶段主流 所以它变得很难选 很难选 对吧 这是比较重要的关键点 那口罩很好选哦 大家很爱追嘛 我可不可以告诉你啊 口罩啊 对 我不知道什么去跟你解释的东西啦 口罩的部分现在可以买得到了好吗 那对 然后再来就是 一片好像贵一点的五块多吧 那当初说口罩解禁之后 一片会飙到十块钱以上 目前看起来没有 市场并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价钱 好 那所以所以我们不谈了 这个我们也不要不要去管别人的股票 我们只讲我们自己的股票啊 所以我想目前来看的话 就大家会担心电子股 是因为投机率避免往这边移 然后我们要面临到很多的利空因素 比如说现在是美国的一个暴动 它在延烧 对还有美国前官员在恐吓说 这个台海在五年之内 可能是什么必要一战之类的 好 我跟各位报告 利空一大堆 从新冠肺炎开始 有没有 新冠肺炎开始 到美国打贸易战 美中贸易战 美中贸易战打下去之后 华为禁令 华为禁令出来之后 这个中国反制用港版国安法 有没有 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 美国说要反制 那反制这一部分 看起来是雷声大雨点小 那现在呢 美国又有什么 又有暴动 好这个暴动还在延烧 现在还在延烧 所以有没有利空 利空一大堆 利空一大堆的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 很多人的想法就很简单 他不敢进来电子股 因为跟国际盘连动性比较高 那干脆往内需股走 或往可能解禁之后后裔时代 这个传单股走 可以啊 没有什么问题 个人喜好不同 但我觉得电子股的爆发力比较大 我认为啦 因为你在做股票 要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技术含量 我们不是说简单一个 一个题材股价就可以往上走 没有那么简单 做股票有那么简单的话 大家都发财 所以我常在讲 很多人在做股票过程当中 常会这样想一件事情 杨老师有没有涨高 涨高了 涨高了 我们已经涨到一万一千 将近五百点了 八千五 一万一千五 三千点 涨高了 涨高了 我们连续往上涨 怎么没有涨高 可不可以买 可以啊 怎么选的问题 对吧 我会跟各位报告 我们通常在做的过程当中 是拿我手上的股票跟各位分享 好 我们先这样看 现在能够往上涨的 大概五月营收嘛 所以我们在现阶段 在布局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四月 在这个五月下旬的时候 五月底的时候 我们布局的就是 五月营收表现好的 五月营收表现好的 会在什么方向呢 对吧 我今天有支股票涨停板 但是我比较偏中短线 所以我到时候来跟你讲 我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 一龙店 五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一龙店上来了 这次我比较长线 我一张都没有卖 一张都没有卖 我一龙店做过三次 第一次是八十块买 然后九十块把它卖掉 赚了十块钱 然后拉回到八十六 我又继续买 这是第二次 然后呢八十六涨到九十 涨不动了 跌破九十块 我又设了一个停利 赚了四块钱 第三次八十六 拉回八十六 我继续再买 碰到股灾掉下去 但后来涨回来了 涨到现在八十六块 现在一张都没有卖 今天收盘叫一一五 如果你要严格算 我的带会员操作的成本 但我成本变成七十二吧 我有十四块的价差 那就算没有不把这个价差放进来 我八十六成本 现在是一百一十五 我为什么会放在易农店身上 是因为当武汉肺炎出来之后 新冠肺炎出来之后 是不是远距教学 对远距视讯 视讯上班之类的 那一部分对笔电的一个受惠程度大 所以笔电那刚好 易农店的产品 它用在笔电当中 它的触控IC是用在笔电当中 它的指纹辨式IC是用在笔电当中 所以相对来讲 易农店就变得会有极单 当时易农店在第一季的法说的时候 就说它有极单 大家不相信而已啊 现在你相信了啊 好 那我们就让它漂浮在外太空 不要自作聪明啊 很多人自作聪明 啊 卖一趟买一趟 很多人说卖一趟买一趟 很好啊 这当然很好 你没有买回来就上去了 易农店让它漂在外太空 那易农店五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它会创历史新高跟NB相关 对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买进了一档股票 上个礼拜买一档股票 叫2376的技嘉 我不是今天买的啊 我是上个礼拜买的 上个礼拜 我们在布局一档股票叫技嘉 一个多礼拜之后今天拉涨一半 我63块买的 今天拉涨一半啊 我赚一次停板啊 没有赚很多 那我为什么去布局技嘉呢 技嘉做什么 主机板嘛 主机板跟谁相关 PCNB相关不是吗 它是 这个所谓的电脑的内部这个组件嘛 主机板是不是这样 所以它的五月移收 创下历史次高 今天直接拉涨一半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是在预测 我是在预测未来啊 很多人以为我们做股票就是 你今天追也行啦 但我们是在预测未来 这次股票买进去之后 未来有没有机会上涨 直到昨天它才回我成本 这一段有掉下去 掉到60 从65拉 我买了63 65打到60 再从60拉回到昨天是62.9 所以我是回到成本 到今天是正式专业制定板 好 这就是我跟各位谈的 我们在做股票 一定是先想未来的概念 那很多人说 老师涨这么高了 没有股票可以选 怎么可能没有股票可以选 这是我刚才谈到的啊 基本上我们趁它拉回的过程当中去买嘛 整理的过程当中进去布局啊 自然就会串起来 所以不是没有股票可以选 而是怎么选的问题 但我说过技嘉我比较偏中短 我比较偏中短线 我没有那么长线啊 所以一个不对劲我可能就跑掉 所以我只是拿来跟各位分享 那我是怎么样去选股 怎么样去挑股 怎么样选股怎么挑股 那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们看哦 有很多的股票 大家的一个挑股逻辑大概是这样啊 技术分析 看一看就每天在那边翻翻翻翻 翻出股票之后 底部起涨第一根 有没有底部起涨第一根的 有啊 那有没有底部起涨第一根之后 掉下去了有啊 怎么去判断 就好像我举个例子 今天有一支股票底部起涨第一根 叫8028的升阳半 对吧 没有错啊 好 我们先把焦点拉回来 待会来谈这个 因为我有一份资料送给各位 六月的包仲股 六月包仲股 那 我选这个股票 我用三个层面去筛选 第一个 还没有大涨 好 还没大涨嘛 对不对 升阳半 但我没有挑他 所以我用他来做比喻 升阳半有没有大涨 没有大涨啊 这一段的行行行 大盘的反弹 升阳半都几乎都没有跟到 有没有 开始做补涨 好 技术面 你挑的出来 这些股票我相信你挑的出来 没有 还没有大涨股票 你应该跳出来 那我问你 你买进去之后明天会不会涨 下礼拜会不会涨 你隔一天你会不会涨 这才是关键嘛 对吧 我们在选股的逻辑当中 我们在思考的 如果说 只有一天行情 我就不要了 如果说 只有一天行情 昨天一根长虹棒 今天直接给我灌下来 你要他干嘛 华兴科 对吧 你要他干嘛 我再讲一次 华兴科技术面也是什么 微笑曲线嘛 这个很多市场在讲这个东西 我不是用技术面跟各位谈股票 如果是 如果是这样 我昨天又进去买了 那我为什么不买 因为我认为没有那么厉害啊 我认为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那么厉害的原因是 可是我觉得他基本面没那么厉害啊 库存都已经增加了呀 我不懂你在昨天买技术的原因何在 可是技术面来看 昨天是不是很强 我要你们去思考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 好 再拉回来 股价没有大涨 股价没有大涨 可不可以买 好 股价没有大涨 可不可以买 好 位置很低嘛 就是所谓的没有大涨 好 这第一个 股价没有大涨是我要挑的 那我没有挑摄像办 我没挑 我待会讲我的理由 第二部分 第一个是股价没有大涨 第二个 估值有没有偏低 第三个 未来 有没有看好 好 我们就用这三个概念 三个理由来判断 深阳办好不好 其实深阳办还不错 第一个没有大涨 对 那第二个 估值有没有偏低 我先撇开一边 第三个有没有未来 有 他是台积电供应链 他是再生金元 所以跟台积电相关的 我觉得OK啦 不过我买的不是他 我买的台积供应链不是他 好 那为什么呢 原因在这边 估值 你可以技术面挑出股票 很简单 翻一翻就有了 这个我大概翻一翻 半小时就知道 但不是把股票翻出来 技术线型好 就一定可以往上跑 对吧 问题是有没有未来 诶 深阳办还有未来 有未来嘛 你不要台积供应链 最后要筛选的是什么 你估值有没有偏低 他不符合我的是估值偏低 没有这个估值偏低的问题 深阳办的获利 你自己看 在我看来 他的获利 太差了 太差 但是呢 他符合两项 就是有题材了 所以他不见得会日行行 但我要的是更安全的买法 我要的是股价没有大涨 未来有前景 估值又偏低的 这个地方我帮你选 我帮你选了三档 叫六月包纵股 欢迎各位可以加入Lite Ad FU8899 或者Telegram Telegram的账号是FU8899 不管你是加入Lite Ad或Telegram 欢迎各位在上面点击登记来索取 六月包纵股 孤门都市好股票的机密报告 我挑了三档 那你看我们怎么选股 我刚才谈到了选股的逻辑 很多人说没有股票可以买 在我来讲不是的 当初我挑出帽连的时候 是在这位置 基本上他在整理过程当中 我预测他后面会有一段 因为我跟你谈到了帽连 他是特斯拉的供应链 然后他本来的问题 他在第二季是比较差的 为什么比较差 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这个美国的封城 美国的封城造成有一些 有一些零组件的运送 不太有利 但美国的封城的状况 慢慢在解禁了 所以下半年帽连的拉或动能 会上来 你看到我在讨论是这个东西 所以未来前景够 那获利呢 帽连的获利表现还算不错 就是今年我们预估 可以赚到12块到13块 所以帽连可以赚到12块到13块 我可不给你15倍的本益比 对吧 我们在讨论的关键点在这边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买在185行不行 185到190之间我行不行 这个概念上 现在已经209了 这是我们在选股的逻辑当中 我去做预测的一个概念 就好像我预测技嘉一样 这一段的整理期间 我可不可以买 我的预测是 它的5月营收会表现不错 是因为主机板跟NB相关 结果预测是对了就往上走 这就是重要的关键是在你后面的操作的逻辑 好不好 我想不管如何啦 好股票一定还有 那你忽略掉好股票 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 我用三个方向帮各位筛选 第一个目前股价还没有大涨 第二个未来有前景 第三个最重要 估值偏低 估值偏低 要有专业的人才能帮你去做筛选 至于技术面 你自己可以挑出一些 一些技术面转强的股票 但不见得每一只都会涨上去 有些股票涨一天 就会给你摔回来 对吧 怎样去找到好的标的 不用伤脑筋 六月的包纵股 欢迎各位 在LINE ADD或TELEGRAM上面 点击登记来索取 先接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